如果要在羊手系列中选出一个最强的一个反派 你觉得是谁呢 首先是狼将军 利用芯片的力量一人对抗喜羊羊他们 并且无论是攻击和防御都是当时最强的存在 尤其是在一国大营救狼将军回归的时候 当时的场面真的是巨帅 凭借一人之力挡住了孤星狼的进攻 凭借当时最先进的二级芯片之身与黑暗能量加持的孤星狼战斗 尽管不敌孤星狼但是也为喜羊羊他们争取了很多的时间 然后是守护者二中的细菌大王 完全释放出自己天性的细菌大王 当时可谓是整个草原没有对手 尽管是当时拥有众多装备的喜羊羊他们 本以为使出全力可以伤到细菌大王 但是他的一个响指弹出 就将他们全都打倒在地 一个人凝聚出比自己大几十倍的暗非能量 其破坏力足以撼动整个草原 然后是第三部中首先出现的明日公主和孤星狼 面对昊月请来的帮手 仅用一根手指的麒力就将他们打晕在地 而遭受朋友背叛的孤星狼 已经完全和黑暗能量融为了一体 可以轻松地使用并且发挥出最大的力量 即便面对二代芯片的狼将军也能够轻松应对 最后也是和黑暗能量完全融为一体 展现出了他最强的形态 然后就是第四部的T博士了 他的主张是机械可以改变未来 所以一直追究机械化的身体 尽管可以轻松地挡住喜羊羊他们的进攻 但是面对三张卡片加持下的威力还是有点挡不住的 但是在索伦森状态下的T博士 直接成为了未来城市的霸主 任何东西在他光线的照射下都会变成机械人 并且都会为他所掌控被他所利用 然后就是狗国王了 虽然是小小的身躯 但是所展现的能量可不容小觑 一个人就将带有奇力的五只小羊羊倒在地 并且展现出了绝对性的优势 其实这一切的背后都是那个从未露面的黑暗能量 一国大营就出现一次 在小丽将军那里又出现一次 最后又在他所创展的空间内实现了与喜羊羊他们的对话 从目前的情况下来看 他还没有被消灭 他还可能继续在接下来的剧情中出现 综上所述 个人感觉黑暗能量是最强大的 先是因为他的神秘 然后是因为他出现的场合最多 小伙伴们觉得谁才是最强的呢